可能就要針對個人資料跟電腦安全性的加強部分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最簡單的保護就是這個帳號密碼 所以有一個蠻建議老師可以做的就是定期更換密碼 請問你們有嗎? 沒有嗎? 選了就是一四人的事 其實如果你現在老師有沒有辦過網路銀行的帳號 網路銀行的話他會要求你一年換一次 至少一年要換一次 為什麼? 因為那個跟money有關係的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老師 也許你可以考慮就是一年換一次 因為你一年到兩年換一次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當你一換了之後你就會發現奇怪怎麼有些不能用 有些不能用的時候你就知道我用的那個是舊的密碼 因為你用太久了別人會去猜 這個有可能 所以你比較常用的那就是 那我用一下 你看 有一個很好玩的全幾天都寫的 反正是38的我明天去沙馬桶也不要換密碼 哈哈哈哈 你看到最麻煩的 所以這個 密碼到底怎麼樣管理比較好? 其實這裡有一個密碼管理的小軟體 如果說你的密碼真的比較多 那又不想要全部都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你可以透過一個軟體來幫你做管理 當然管理的工具有非常多種 你用這裡擺選櫃來這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你密碼電腦它還可以幫你做 這個小軟體我應該有放在這邊 這個裡面的 應該是輔助工具類 還是檔案管理 檔案管理裡面的 這個是資料夾的 在這裡有沒有 這邊 這個是在檔案管理圈裡面的 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比如這樣點擊下 把它整個加資料夾 壓縮一下 我就把它存起來 這個檔案很小 這個不用安裝 我在上面上的幾乎大概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會方便大家使用 那這裡呢 我就把它擠壓說 支持 所以你打開之後 點開 這裡有一個小軟體 這個 都有中文的 所以我們盡量找那個有中文的給各位去看 這都中文了 因為他幫你先把語氣換好 好 那麼您這個有需要的 你就從這邊有沒有 新增一個 他就問你資料庫的檔案 就是說 你要上帳號密碼 因為一個資料庫就好像一個圖滿一樣 你可以上很多個 這個 當然文件你要保護好 原則上它都會加密 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 假設我放在這邊 有幾種擺護的方法 第一個 最簡單就是你設一個密碼 好像保險箱 我有一個最簡單的密碼 當然那個像我們剛剛講的 用憑證的方法 用憑證的 你才會有個驚訝 然後你必須要有那個檔案才可以開 好 那我就要先用最簡單的 比如說我打123 你看123 你的密碼強度 好就有 9萬元 對不對 密碼強度 那你有選出 好 這樣看 好確定了 好 現在呢 我就先暫時這樣子 我按確定 好 你看 它裡面就有先幫你做一些設定 有沒有 一般的 Windows的 網路的 Internet的 是不是有一些類別 你不夠 你可以新增 假設我是 一般的在這裡 那我就先點兩下 你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檢視 編輯跟檢視 你可以來這邊改 好 我是比如說你的Gmail帳號 然後你的密碼是多少 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 你可以勾一個預期 什麼期間有過題 你就可以提醒自己 他就提醒你 那當然如果你打進去 我不知道 我可以把它按一下 好 這樣就知道密碼是多少 等這個會顯示出來 好 所以你跳過一個小檢視 你幫你做管理 那這樣就比較容易 那麼今天如果你要用的時候 比如說在這裡 你按右鍵它有複製密碼 有沒有 你複製的時候 你看 它全部有告訴你 就已經複製到剪貼簿 可是剪貼簿 就在12秒之後 就這樣怎麼樣 銷毀 然後你記住之後 它不就 對不對 就 小檢視都可以用 所以它還會最大幫你銷毀 等於說 你在你自己的負貼裡面 你可以做一個管理 那管好了之後 不然我以後再找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一些 假設你有 當然是重要的才留下來 不重要的就不用用這種工具來管理 下次呢 現在我這個都做好了 我現在把它關掉 當你下次把負貼簿打開 要讀取剛剛那個 檔案之後 它沒有到你密碼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打入你的密碼 那這樣就可以把你的密碼做一個統一的管理 所以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OK 那DUON拿到這個檔案有沒有用 DUON拿到剛剛那個密碼檔案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這個有經過加密的 所以打開也是看起來是亂 亂 所以你了解嗎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可以先 幫你一些比較重要的密碼再 過路一下 這樣會比較安全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所謂的密碼強度 密碼強度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最近一次那個 那個叫什麼 金融卡 換成晶片的時候 以前金融卡 磁條的時候是四六度的密碼就好了 你像他們的金融是最好要六六度 因為四六度比較好拆 六六度稍微難一點點 當然最好是八六度以上 只是怕你記不住而已 所以 強度跟複雜度都很重要 一般來說可能大家比較少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找看看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找一個像什麼密碼產生器 網路上一堆 你看這個 點一下 他就會問你密碼長度是吧 你可以隨便就可以產生很多組 一般來講你的密碼比較 安全性比較高的 最好就是 一定會有什麼 四字 四字 再加上什麼 人字 最好再加上大小雪 可以的他再加上什麼 特殊符號 就會比較安全 有大小雪又有 這些組合起來你的安全性就會比較高 安全性會比較高 建議各位像一般像銀行的 網路銀行的 或者比較重要的賬號 你就是在固定的電腦用就好 在外面不要隨便耐用 這樣比較安全 這樣也會相對比較安全 所以你可以用類似像這樣的去產生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像我們剛剛那個軟體他也有 我們剛剛那個密碼的那個軟體有沒有 他本身也有什麼 也有那個 就是 密碼的那個工具 產生密碼的工具 這個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要做什麼密碼 你也可以問他一下 這個 比如說在這邊 這個 然後 檢視 你看下面有一個密碼產生器 產生的密碼 按一下 開啟密碼產生器 他就幫你產生一個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這是最簡單的 對不對 他密碼就有密碼 直接用這個軟體裡面的 好 所以也是個不錯的當事給各位參考 那當然 至於下面這些呢 您可以看到像一般 怎麼密碼檢測就都宣布管 但是 有一個大家 大家都是要特別注意的 我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歡逛網站 上網逛街 Shopping 可是有些呢 是屬於高風險網站 前一段時間 那個啊 海底市政府啊 就寄出一宗 治安檢測啊 理叉 要刮 光碟片 很多就上鉤啊 對不對 不管是從E-mail來的 還是在網站上看到 AFP看到的 都有可能 是有高風險的 高風險的主要來是哪幾個 是一個 非撒的 有沒有 不管是像剛才那種的 影片內的 照片內的 還是什麼 軟體 對不對 這是一個東西 不然一張寫什麼廣告XX 廣告你真的連看都不看嘛 那這是最容易的 所以 一般我們最容易的就是 像這幾個 那一般來說你可以透過防毒軟體 現在防毒軟體都會有防偽強的功能 那另外呢 如果你用Google的收信群啊 還是一些像 那個 油管的 他們都會做基本的一些防護 所以有密碼的網站他會提醒你 或者是有 大公錢他會提醒你 那另外一種這個可能大家 用到機會比較少 就是 不要用自己的電腦用虛擬的 比如說在電腦裡面我要將另外一個虛擬系統 但是我知道 尤其是像什麼 去對岸的那種 通常中選性比較高嘛 所以我就問 自己本身不要受傷 就北陸起就好了 北陸系不都是頂多 你就用別的電腦去 然後呢 反正正讀我要拿到我的資料就好了 你只要能夠全身的配就沒問題了 所以就不要用自己的 另外呢 像那種調理網站現在好像比較少一點點 不過還是有 就是他們畫面 比如說跟Yahoo長得一模一樣 也就是你不查 然後就打入罐號密碼 這種現在比較少 所以 剩下的這些 最主要就是 Windows本身的更新 還有很多說 印象層次有更新 你要記得要更新一下 很多人怕說什麼 不是正版的 所以就不敢更新 可是不敢更新 你的風險性真的比較高一點 那最後呢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我的資安占區 你們如果看到這個呢 這表示有個網址在這裡 後面有個地球的話 你可以直接點一下 或者你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 差點解的部分 您看一下 有沒有網址在這裡 所以我點過去了 我剛剛已經先點過去了 在這邊 像我們這裡呢 他就有一些資安的文章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像剛剛我有跟各位提到 人肉搜索 有沒有常常在網路上 報紙上 聽到這種 這個字 可是你知道又怎麼會有人肉搜索 因為你們的資料到處都有 你們的資料到處都有 你們的資料到處都要怎麼 傳名字都可以找了對不對 Email 電話 還有什麼可以找 有些人生日 對不對 然後你說哪個學校啊 哪一個班級啊 那我就回去去找 所以現在說有人說 以後要應徵有沒有 請幫我加上你的Facebook 我已經可以 他現在不是有那個叫動態 那個叫什麼 時間走啊 我就可以知道你以前去過哪裡了嗎 交過哪些朋友 講過什麼話 你來問什麼 不用交理藝 我都知道你幹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會像這樣 那 所有人都要搜索 事實上是 信辦隱私權的 老實講是信辦隱私權 只是 很多人就很喜歡這種動作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它上面就有很多 用比較 就是一般的口吻 去跟你介紹這些 名詞的 您可以做個 參考這樣子 這樣OK嗎 它上面現在總共有40篇 40篇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各位參考一下 我想 您透過這樣的方式 應該在電腦的 整個 安全上 或者您的 這個瀏覽資料 應該相對來講 會比較 安全一些 會比較安全一些